吴尼尼尼尚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带您来关心花莲的疫情最新消息了 6月15号花莲疫情记者会新增确诊有901例 由县长徐振卫来主持 卫生局长朱家祥 教育处长欧淑敏列席 那么对于儿童免费拓益快晒以及第四剂疫苗接种来进行说明 15号花莲疫情记者会花莲县新增确诊901例 县长徐振卫对于两岁以下孩童拓益快晒试剂发送 以及第四剂疫苗接种进行说明 那我们也要谢谢企业的部分 那因为一直以来花莲县政府一直以来 有非常多的家长在询问说有没有拓益快晒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谢谢企业的捐赠的部分 那所以也请我们有需要的家长 两岁以下的家长可以到十三乡镇护证事务所来领取 请带着你的儿童健康手册来领取 那另外呢在这里也跟大家报告 因为我们国小的部分 有一些孩子学生错过了施打BNT或是莫德纳 那所以还是请大家能够预约我们卫生所 卫生所的方式还是请大家预约 预约卫生所的特约时间再来施打 因为毕竟这个药剂它一打开来 它就有时间的限定 所以要包废掉也是非常非常可惜 那另外是卫生所的其实同仁 还有其他很多的事情也要同时来办理 所以请我们的这个家长们 如果带孩子要来补打我们的这个儿童疫苗的话 一定要采取预约的方式 65岁以上长者以及医事人员 已可以开始接种第四季疫苗 并且在花莲远东百货一楼设立快打站 儿童快晒试剂也调整到104年后出生的儿童 都可以到药局领取快晒试剂 65岁以上长者以及第一类的医事人员 已经开始在长第四季 已经开始了 那因此呢 我们为了让服务我们的乡亲 所以在6月18号 就是这个礼拜天的 6月18号这个礼拜六的下午 对不起礼拜六的下午 两点到六点 在我们的远东百货的一楼 那有设一个疫苗的接种站 那目前来只要是12岁以上的 你带健保卡 带你的黄卡来 就可以来做预防接种 那12岁到64岁的人 我们有送快筛试剂一份 还有精美的小礼物 如果65岁上的长者 或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 会送一份500元的礼券 再加上两季的快筛试剂 非常感谢县长 更要感谢我们爱护花莲的企业 那因为他知道 我们0到2岁这个小孩子 目前在台湾 并没有适合的快筛试剂 这一款是在英国设计 在德国制造 那我想在马来西亚组装 我想县府在取得这样的一个快筛试剂 也非常的用心去查证 它的到底它的有效度 以及它的来源 那确实这一款 是在马来西亚组装 德国制造 然后企业来协助 送给我们的花莲 那整体来讲 它通过欧盟的认证 在认证 那在马来西亚本身 它的卫生部 那对于这一款 这个快筛试剂的 评价也很高 评价也很高 那所以整体来讲 那第一个 我们在台湾并没有适当的 那但是小孩子 真的也会得COVID-19 记者凌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